第806集 好 百剑门老祖抱拳道 叶殿主有如此雄心 那我等便共进退 另一个势力的掌舵者倒是笑道 近万年了 我等修为难以前进 渴望进入高五世界 提升修为 但是如今 这一战 离我实力悬殊 我却从未在各位眼中看到沮丧之意 既然如此 叶殿主地尊敬不惧 代理殿主韩云 入神境七层天不惧 光明殿堂诸多阁主 有的入神境中期 有的入神境初期不惧 诸位都不惧血灵族之人 那我的人 自然也不惧血灵族 纵然战死 也是顶天立地的豪迈战死 绝不做那卑躬屈膝的奴才 昆仑须 众志成成 早已不是千年前的昆仑须 有叶尘主导昆仑须 这次同血灵族一战 谁胜谁负 尚且不一定 况且 若是叶尘殿主的师尊出手 我等胜算很大 有如此想法的人都有不少 当然 渴望壮烈一战的也不少 毕竟苦修几千上万年 修为几乎无寸步进展 便早已经失去了修炼之心 若是战死也不失为一个上好的抉择 好 等到阵眼到来 我与诸位熟悉阵法 届时 依靠阵法 击毙这些血灵族的人 叶尘下了王座 目光扫视着诸多入神境的强者 心中默默想着 昆仑须 我昆仑须 岂是血灵族可以奴役的 况且 师尊们出手定可一战 倒是轮回墓地中三块墓碑 已经有引动的迹象 气息似乎比聂百剑他们更强 甚至很可能是灵武世界的人 他有如此底牌怕什么 夜晚 夜晨帮助十九位帝尊境九层天的凶兽和人类突破境界 全部都到了入神境 算下来 入神境有九十位了 昆仑须这三千年来 积累了不少帝尊境巅峰的强者 苦于没有仙气无法突破 也有的卡在帝尊境八层天七层天 气血和灵魂实力都够 就是大道雏形的完善不够 灵异单尊倒是炼制出了帝尊境强者 需要服用的雏形丹 服用一枚雏形丹后 对于大道雏形的完善就会增强很多 所以领得十位帝尊境七层 五位帝尊境八层天 都晋级到了帝尊境九层天 又在夜神的相助之下 成就了入神境 乾坤天龙镇还未到来 夜神取出一枚 在灵魂先尊宫殿中得到的兵玉小剑 一直琢磨不出是什么 便渗入了一道灵魂力量 很快兵玉小剑破碎 相应的轮回墓地中 却是响彻出一道剧烈的轰鸣声 嗯 居然和轮回墓地有关 只见一块石碑裂开 一个身穿冰蓝色长袍的男人 微微显化而出 此人背负长剑 一头白发 看着像是个青年模样 唇角挂着一抹淡淡的笑容 目光扫视过轮回墓地 凝视着聂百剑和夜神 问道 你等是何人 夜神拱手道 见过前辈 同时夜神对锻造神君轻声道 他是昆仑须上古时代的人吗 鼎卫 锻造神君目光深邃 暗自摇了摇头 思索道 此人真身 恐怕不比灵运先尊的老太婆 差多少 夜神点点头 继续对男人道 前辈 这里是轮回墓地 你有一道本源和神念 被这里截取 而我是这里的主人 夜神凝视着蓝袍男人问道 前辈真身是殒灭了 还是被囚禁着 算是囚禁吧 我记得应该算是数万年前 我在乾坤杀欲探宝 无意中被阵法困住 之后我这道神念 被你的轮回墓地截取 虽未彻底沉睡 能感应外界的情况 却无法主动触碰外界 蓝袍男人回忆着说道 按理说 我这道神念在轮回墓地 你是墓主 那便算是我的主人 不敢当 前辈只需助我便好 夜神面露笑容问道 前辈名讳如何 可是灵武世界之人 我的确是灵武世界的人 蓝袍男人常叹一声道 我名为兵先剑尊 真身乃是灵武世界北域万剑地宫的七长老 真名为蓝雪月 兵剑仙尊 你是兵剑仙尊 百剑神军聂百剑 一脸震撼的凝视着蓝雪月 你是古籍中记载的 五万年前 万剑地宫最为潇洒 最为年轻的兵剑仙尊 兵剑仙尊 灵武大陆五万年前 最为杰出 最为潇洒的剑仙 一身功力 抵达到了造化境中期 融合时间法则和空间法则 一手时空剑诀 改天换地 让时间停滞 更是强横无比 曾经一剑祭出 剑封时间之力 领得一个敌人在瞬间老死 一个敌人被无数空间法则之力绞杀 造化境 融合时间法则和空间法则的恐怖存在 而这位兵剑仙尊 更是将两种法则 融入到了剑法之中 论战斗力甚至不比造化境后期 乃至于巅峰的灵运仙尊差 号称万千剑仙之尊 绝不为过 前辈功力如此之强 不知这道神念之力 能发挥出多强的威能 叶晨凝视着兵剑仙尊 思索道 我乃是昆仑须光明殿堂之主 如今 我昆仑须遭遇血剑门的袭击 要面对数位核道镜 数十位混元镜的攻击 而我昆仑须最强之人 不过入神境七层天 最强之战力不过是我 你 兵剑仙尊有些诧异 细细试探叶晨一番 便点点头道 你境界虽然不高 体内的灵魂之力和气血之力 却是媲美入神境后期 战力很强 你是哪家的后裔 神龙家族 圣龙家族 还是黄浦家族 应该唯有这几家的后裔 才能做到这点吧 他覆手而立 徐徐思索道 我记得那时 有些强者出生 便有帝尊敬的修为 而你才帝尊敬三层天 应该不是出生在灵魂大陆 否则灵魂大陆的灵气浓郁度 足够让你出生 便有帝尊敬修为 你出生在下界 体内血脉之力 我隐隐感觉很是强盛 甚至只有神龙血脉 神龙血脉和凤凰血脉 天魔血脉等等 二流以上 甚至一流血脉 才能与你相提并论 所以你到底是哪家的后裔 在兵剑仙尊眼里 夜尘体内的血脉 让他甚至有种危机感 这是他不曾有的感觉 在他看来 只有灵魂大陆的一些势力 才有资格 生下如此血脉强者 至于这灵气匮乏的垃圾之地 昆仑须根本不可能 灵魂大陆之人 强弱主要按照血脉之力来区分 上三流 中三流 下三流等等 一般而言 中三流血脉的人出生 服用丹药和初步修炼 就有可能立马达到地尊境 若是父母天赋和实力恐怖 很有可能出生 直接就是地尊境 而下三流的人 经过修炼 也有可能快速抵挡到圆境 至于上三流 那是真正的天才之辈 出生时引动异象 异象入体 便是可以让人跨入 地尊境九层天 如果出生时 没有得到灵气的滋补 是无法突破 这么个境界的 像是叶洛尔便是如此 上三流的血脉 但是还没来得及 得到滋补 便遗落在了下界 也就是灵气匮乏的 低五位面 昆仑须 可就算遗落在下界 一旦习得准确的功法 也能越积作战 像是叶洛尔这般 掌控了血灵族的功法 地尊境 越即斩入神境初期 是可以 所以兵剑先尊 才会询问叶晨 是灵五大陆 哪家的子嗣 但是显然 叶晨不是他想要的答案 叶晨一步踏出 无比认真的 我并非灵五大陆之人 至于我的血脉 具体来历我也不知 但你可以称之为是 轮回血脉 轮回 听到这几个字 平静如水的兵剑先尊 脸上第一次出现了惊恐 世间血脉无数 的确有轮回血脉一说 但是所谓的轮回血脉 只不过在传说之中 而现在这小子 竟然如此言说 疯子 不过转念一想 面前的青年 是这轮回目的背后的主人 估计这青年 也不知道自己血脉的来历 所以就用轮回血脉命名 这青年的血脉 倒有可能是初代血脉 应该如此 兵剑先尊 微微点头 这么一来 倒是合情合理 初代血脉 一般而言 灵五大陆大家族的创始人 都是初代血脉 是自我产生的强大血脉 否则 纵然自己强大 但没达到至高之境时 是不可能后裔血脉 也跟着很强的 他对叶臣来了一丝兴趣 便道 你刚才说要我相助你们昆仑须 昆仑须这个地方 我听过一次 我记得是一个中午 一或者低午未免吧 你们应该有造化镜的强者坐镇呢 为何还要我出手 已经没了 叶臣将昆仑须这数万年的事情 讲述了一遍 接着说道 请前辈相助 来日我必定登上灵五世界 去囚禁之地 释放前辈的真身